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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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Win 今天我來到 原坊Eleman 是一個在香港九龍站的大型商店 已經是麥美了很久 但要回到香港試試 在香港開的天天海南雞飯 事不宜遲 Let's go 其實我現在內心有一點期待 在香港它變成一個很高級的食店 譬如它已經在原坊 或者在銅鑼灣一些大舖位 大商場開了店 趕快走去找找在哪 不過不說不知 原來天天已經在香港開了四年多 可能是我搬到新加坡後 才對它更有興趣吧 話這麼快就來到 香港的天天海南雞飯店 我現在剛剛就拿了位 下午1點半左右 星期日 一個人吃 大概前面還要再等三張桌 對比一下 Tian Tien in Singapore Tian Tien in Hong Kong 嘩 一會兒我的銀包一定流大血 走進去的時候 看到五十年代咖啡 還有教人怎樣叫 Tian Tien in Hong Kong Tian in Hong Kong 入到去金光閃閃 地方都算大 不是說很壁或者很窄 進來看到它的妝環 都是走比較高級的路線 以香港來說 我想這張二人台都算是幾闊 它是有一壺茶給我自己 針來喝 我太天真了 我還以為這壺茶是送的 其實是要收錢的 大家可以叫送食飯 除了叫雞外 還可以叫其他 譬如有和菇爹 或者其他菜出來吃 一句本人在來之前做的功課 知道是可以叫Sed Lunch 價值港幣108元 有飯 有5-6塊雞 有湯 還有一個side dish 不過 由於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是沒有Sed Lunch 只可以散叫 蛤 這麼大鍋 普通的海南雞 成為169元 飯是另外叫成為39元 總共要208元港幣 吃隻雞加為飯 還要是未加一 對不起 漏了 加多10元 這壺茶 在叫我之後的大約5分鐘 這個海南雞和油飯 就separately送在我前面 我覺得都算是很快的 在下單之後一個字就有 那雞的份量呢 Quarter 甚至是多過Quarter的一隻雞 我現在馬上身了 第三個的雞飯 最重要的是這個飯 它裡面有油香 這個飯看起來 一打開是油香的味道 是馬上供了出來的 還有它飯的顏色 都明顯看到是淡黃色 都看到它是真正很雞油的雞油飯 看起來有一點閃亮亮 但又不會過於太油 用一個超級大的碗 裝著這個飯 還有它是給了一個殼去拔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多過一人的份量 就是它給你用這個殼去 把這個飯放進這個碗 然後share來吃 我不覺得跟我在新加坡吃的雞飯 又差很遠 飯是算粒粒分明 不會黏一塊 雞油味香 口感正常 吃完飯之後 就輪到它的雞 和它三種特別專門 海南雞的醬料 在這個時候 我突然發現 原來它是沒有給雞湯 OK 我在新加坡吃天天的食 它是有給湯 因為這裡就沒有 比169元都沒有 這裡它雞的份量 我覺得現在一個169元 在香港吃雞的菜 我覺得它的份量偏少 但是它是過江龍天天海南雞飯 新加坡超出名的 Brand 我覺得169元就不太好 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它是超好吃的話 我一來到就馬上看看 它的雞皮和雞肉之間 是有沒有那個啫喱 我自己覺得在雞翼中間 也算是有一點 現在就吃一下這個 吃一塊雞胸 它是一個嫩的雞胸 肉都嫩得來 少許雜實 我覺得是好吃的 雞皮正常滑溜血 所以我覺得這塊雞肉 是正常發揮的 吃完這個雞胸 就決定試一下 一個有少許啫喱部分的雞翼 都吃得出那層 少許啫喱的滑溜血 好味的正常發揮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經驗 就不算是特別經驗 大家覺得 已經在新加坡 住了兩年半 給我平價雞飯 是不是也算是有文有老呢 而到海南雞飯必備的 這三隻醬 薑蒜 雞飯辣椒 和甜醬 坦白說 我覺得 跟在新加坡天天吃 真的是一模一樣 辣椒明顯看到有蒜和辣椒籽 我想喜歡吃辣的香港人 會覺得它不錯 不吃辣的話 就真的沒辦法欣賞辣 剛剛就完成了我的天天海南雞飯 吃剩一半 所以就要了盒子和袋子 然後就裝好了 我今次吃完天天海南雞飯的後感 就是我覺得它跟我在新加坡吃的都差不多 飯跟在新加坡吃差不多好吃 然後雞又跟在新加坡吃差不多好吃 但是如果它有多一點 中間那層啫喱我就會開心 沒有什麼令我覺得特別經驗 整體來說 如果我現在付208港幣 加一去吃這個套 我真的覺得 你給了很多次在租金和水店煤人手那裡 因為好像你在新加坡 你熟食中心吃 你沒有冷氣 然後又沒有這麼漂亮的裝環 那就可能6元一碟一人份 但這裡說的星期日其實是208元 還要再加一隻差不多230元的一個 大約我想算是兩人份的加飯份量吧 但如果以一個普通香港人進來吃的話 我覺得可能就未必會說 對它來說是很驚艷 因為如果你給了169元去吃一套的雞 其實都一定會有一個期望 給了這個價錢 我覺得你要做得超級超級好吃 或者是這一種雞 本身要很適合香港人口味 才可以有一個很驚艷的感覺 我覺得普通的香港人 就可能未必會來吃到有那種經驗感 都可能覺得是好吃 下次如果一家人又想吃中餐的話 就每天都考慮一下 但如果你說是否特別好吃 好吃到要超級回頭的話 我就覺得未必 可能都是吃一個東南亞菜 或者吃一個新加坡特色菜的那種 有心態來吃 好 這條影片也有了 謝謝大家看完 希望大家享受我今天在香港吃 新加坡名菜天天海南雞飯的經驗 好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按一下小鈴鐺 就會再開一條影片 我們好快再見 拜拜